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0日 星期三 市先跌而后升 简单说 先破脚后穿头 早市先低开26点 去到24,787 之后跌到24,481点 创了今个月新低 这一刻跌了332点 但美团、阿里巴巴、腾讯 开始快速反弹 令指数在午后一步一步上升 曾经在此突破25,000点 换句话 今个月在先高后低形态之下 指数暂时由2号高位25,639 跌到今日10日的低位24,481 但由于指数已经回到10天线流上 进一步向上走 就是50甚至20天线 事实上只要成交金额配合 市不排除后续 会挑战今个月2号高位 从而将大市扭转成为一个 先低后高的格局 要留意什么呢 始终都是成份股 腾讯、美团、阿里巴巴走上去 剩下汇控、邮邦、平保 或者港交数怎样看法呢 我觉得中间来说 尤其是要留意邮邦 因为80、23水平 如果指数真的要摘上去的话 邮邦可以后机会试上89、90 乘搭我顺风车 我想问题也不是这么大